请收看 维新世界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三切梦境 永远的缺 四敌众生 何不休息 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人的罪过 太多 太多 罪过满灵 有的罪过累积了三千年 四千年 五千年都有 三人的罪过太多 太多 所以我们能够做人 来世间 不是简单的事 我们来世间 是消除过去生的罪业 要消除 必须要依佛法来消除 不然你消除不了 佛法就是叫我们要反省 当你反省任何一个时代 过去哪一年 哪一天某一件事情 你对不起人家 对不起人家 又跟人家争执 那时候 你所争执的 还是有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都不知 但是这个恨 这个怨 已经种下去了 所以 等到这一生来 你再回过去 去做客观的 以客观的来看当时的你 当时的他 你们所争的到底是哪一个对 当时 你所争的 你认为对 但是 这一生来 你所看的 真的 发现不对了 那怎么办 发生不对了 发现不对了 就结下 不可原谅的 你是罪业啊 所以 佛啊 告诉我们 这就是你的修行 修正 过去错误的地方 然后依照 对的 去做 若是 你好几次 所决的恶元 现在 人都死掉了 你也没有办法 回去跟他道歉 那一个办法 你只有在佛的前面 和你的祖先 和守护神 愿心在主前面 来将这件事情 拿出来重新检讨 然后 错误的 拿出来 跟佛报告 跟你家的祖神报告 所以你的父 祖先报告 和你的守护神 和你的冤亲在主 报告 说哪一件事情 哪一年 首发生的纠纷 错误 这一生 我回过去想 以客观的想法 结果我是错误的 我应该怎么样还给他 但是 这一生 你已经走了 你也要还 你要还 你要请佛 请佛 做主 请你的祖先 做主 请你的守护神 愿心在主 一起明察 做证明 做证明 我要还给某某人 这件事情 而且 请佛 招请当时的朋友 亲戚 兄弟 来 佛前 我要做一个 忏悔 所以 你把 过去的 请来佛前 你跪在 他的前面 将 过去的事情 重新思考 说我错了 我对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不对 所以 对的 我原谅你 不对的 我向你 忏悔 祈求 饶恕 你要跪在那边 静静的思考 过一段时间 那一位 你的亲友 我会原谅你 佛 也会原谅你 佛 祖先也会原谅你 这样 这件事情 就了结了 所以过去生的问题 层层叠叠叠 这都是我们在过去生的无名啊 所以你的罪业才能消除 不然消不了这个罪业啊 那听有没有 希望各位同修 回去 这反省 忏悔 是你们每个人 最大的享受 最大的福报 和全力啊 所以我常常 鼓励各位同修 反省忏悔 是一个人 最大的权力 一个人 最大的福报 我们不反省不忏悔 等到死了之后 三村七段啊 人家就会来找 找 你也 无路可逃 无路可逃 非常的可怜 在灵魂界还会在斗 灵魂界还会在争 还会在吵 吵到哪一世 吵到有机会 再来投胎转世 他还是会来世间上 再吵一辈子 都吵不完 所以这个是佛法的厉害 道法的殊胜 希望各位同修 依照老主 依照佛所开示的 我们好好反省 好好忏悔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 人类伺 人类往时疏数 去恶语 恶语之心 龙ном 自尝 Vis 造成 这一次 什么事情 一讲话 人家就讨厌 你讲话就伤人 讲好话 人家听都会坏话 你讲坏话 人家听了更严重 还是坏话 这都是过去生 但发生了恶语 都是这样有的没人说 没人想 所以这生 我们才会读到出品头位 亲家朋友 当时对我们的很多五位 好时变拍时 好的变拍位 这种社会上升回到 曾经我们的同修 跑回来的时候 我是不能说疏忽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讲话 人家都误会我 人家都排除我 我说你换上了前世的坏话 讲到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这些人 让主人也攻略拍位 入阶 好 问了怎么办 赶快认经回向 认经回向 认经回向 无论哪一部经都可以 你一直认经回向你的主管 你的同事 你的科长 长官 还有你的亲战 还有你的亲戚朋友 念经回向给他 解除 解除 累结束束 这个乱说话的果 请他们原谅 请他们原谅 请观世音菩萨 做主 来化解这个甘戈 所以他就回去了 一直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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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经 他练的经就回向给任何一位同事 同事 回向给他们 同事 渐渐的脸相 发现都变了 那恶言恶语 凶神恶煞的脸都变了 就很高兴回来说 老师啊 老师啊 谢谢你 这混有用 我不知道我全身说了那么多的坏话 伤了那么多的人 所以这一生才会这么严重 现在我得到书户里的指点 我念经回向他们 我的脸相也变了 我的同事对我的印象 全部改变 就跪下来 扣三扣头 你回去还是要再继续练 继续练经来回向 我问了说 这样还不够啊 不够 你只有回向前一次 和这一次 最近的 你再回向 过去无量节来 都要回向 所以回去又认真正的练 练到半年 半年之后 他的同事 所有的人都变了 对他的观点也变了 对他的说话 也非常的客气了 所以这一位弟子呢 不能说 哎呀 师父啊 原来佛法的修行 就是这么的妙 所以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恰世密度假的道理在这里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你们无论与人 或者人与人在做事情 在从事不同的工作 你们一定要念经 念经是你们最大的福报 然后 念经呢 来回向你的同事 或者其他的朋友 还能化解 这个数世多生以来的恩怨情仇 这样的话 你会赚了很多钱 在大陆的人 最不信宗教 但是他的生意做不好 我说你赶快念经就好了 念经回向给他们就好了 我说 师父啊 我们是无神论的 就是无神论你们才会糟糕 都没有悟到神论 所以你赶快念经回向给你的同仁朋友 同业 回向给他们 你不要管他们对你好不好 只要你对他们好就好了 原来他 这个先生说 原来你们台湾的人民 修行是这样修行 不然要怎么修 所以 这位先生他就一教奉行 一法修行 而得到解脱了 而现在我到大陆 他也会请我吃饭 告诉我他的成果 现在他的同业也都非常佩服他 不晓得他怎么样 为什么会变这么好 他也不好意思说 所以 这个台湾人民 大陆人民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的各位同修 不要与大陆人民有所争 你有争 下一辈子 还是会视线在你们的身上 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 当你们到这个一个国家 做生意都一样 你们无论是什么经 你念的经来回向给他们 然后大家结好朋友 这样的话 你们无论在地球上 任何一个地方 你们的事业一定会顺利 一定会畅通 这是老主的不变法则 也因为老主这样宽广的心量 来告诉我 我才误了 原来天下一家亲啊 不管黑人 白人 红人 黄人 绿人 和我们黄人 都是天下一家亲 我们的寿孙也死掉了 去烧成出来夹 这骨头还是同样颜色 但是里面的灵魂 它永远永远是不变的 所以也永远有灵性的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 我们看事情要有广泛 不要拘泥再小小的住我 你拘泥小小住我 你会障碍你的前途 你会障碍到你的事业 所以老主叫我们 要把心打开 要把心量放宽 一打开 一放宽 那就四先生的恩恋情统 就会减少了 这样来我们就天下一家亲 听到吗 有 有 所以天下一家亲 要做到天下一家亲 确实不简单 你要知一些法 知一些道 一些真理 你知道了 之后 你好好 依教奉行 依法奉行 依教奉行 就能够圆满具足了 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 在哪一个境土 你都是天下一家亲 所以最近来 我们老主一直在提倡 海峡两岸是天下一家亲 世界和平是天下一家亲 你没有这个天下一家亲的观念 你要做到天下太平 是很困难 你没有做到天下一家亲的视野 那你要走出去 处处都走不通 所以老主的天下太平 是我们每一位同修 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今天所讲的这一些 都是老主和佛 菩萨共同会议 所开的结论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大家要以悟引悟 当你的心境越狭隘的时候 你的烦恼就越多 当你的心境越宽广的时候 你数次都是你能够所行 数次都能够通 这样的话 你的天下一家亲就完成了 你的本愿了啦 所以我们来到四千 我们的目的 是要来学习 做到天下一家亲 我曾经有个问我说 叔父啊 你到大陆 大陆有那么多 你怎么跟他们打成一片呢 我说我有办法 我本做天下一家亲的原则 跟他们应心 懂得我就讲 不懂了我就不讲 有利大家的我就提出来 有利个人的 我绝对不谈 所以大陆很多同学同胞 他一见到我 都非常的客气 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 用什么心态来对待我 我一看不管 他的心态 对我有所不利的 那是他个人的事情 那我的心态 是用光相互包容 这样是我的目的 我的方向 到最后结果 两岸同胞 坤儿都结成了好朋友 大官 中官 小官 都结成了好朋友 所以人家都一直说 大陆人很坏 别人也会说 你台湾人很坏啊 所以只要我们大家 能够一心 用爱 用慈悲 用包容 来相互的对待 我相信 再怎么样的人 也会 受我们有所感动 那你们做生意 做事业 也是一样 你们普挂起来 你要跟对方合作 好不好 挂上起来的 能包容的 你拿能包容的 来相互包容 不能包容的 你就不要拿出来用 这样来 你的一斤挂 就是圆满的挂 就是光明天的挂 所以一吉一切 一切吉一 好坏 在你的念头 在你的心中 好的 你也不必说 用话 来用行动 行为 来感动它 不好的 你更不能说 不好的 你就算了 我们就不要去换上 这一种行为 这样 你们学艺经 就不会有所差错 就会圆满 听不懂 我们现在来回响 回响 愿以死功德 双眼佛庆土 上报是同恩 下祭山土谷 樊有建文者 西华菩提心 同生极六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